第34例退休女性个案少外出,曾住院指挥中心,恐是院内感染。 汉肺炎,新冠肺炎,疫情延烧,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佐28日召开记者会,证实国内新增两例确诊个案,截至昨日为止台湾已累计34例武汉肺炎病例,其中第34例个案为50多岁退休女性,平常少外出,近期无国外旅游史。 不过14日曾因低血糖送医住院,不排除是院内感染。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昨日召开记者会说明,台湾新增两名武汉肺炎确诊患者,累计已达34例,分别为30多岁男性案33,与50多岁女性案34, 案33曾于17日到22日赴日本大阪旅游,案34为退休女性,有心血管及慢性病史,平日少外出,近期也无国外旅游史。 不过14日因低血糖,全身倦怠送医住院,研判属于国内感染,指挥中心也正在积极调查接触史。 案34因国外旅游史,几乎都待在家中没有外出,同住的家人也未出现类似症状,引发关注。 14日他因低血糖,全身倦怠送医并收至住院,当时并无呼吸道症状,直到21日起开始出现咳嗽、喉咙痛、发烧等症状。 26日诊断有肺炎情形,由医院通报送宴,于27日确诊武汉肺炎。